全油管最快新闻,北京时间9月22日晚,女排奥运资格赛一组第五轮比赛在宁波北轮进行,中国女排面对荷兰队的挑战。 双方斗志高昂,争夺直通巴黎奥运的主动权。 然而,中国女排在先赢两局的优势下未能守住比赛,最终以2-3告负。 这是中国女排在本赛季首次输给荷兰队,也是5年来首次败季。 此次失利使得中国女排的前景变得不太乐观,目前排名降至A组第四。 接下来的比赛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将更加艰难。 希望她们能够调整状态,努力争取出现名额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